這次電影的反應在台灣 非常非常的熱烈 在台灣已經賣到台幣3億多 那其實我非常的開心 非常開心原因當然是我演了一部我覺得很棒的一個作品 但是其實從1億之後 接下來2億3億都是一個數字在跳而已 對我而言其實我覺得那已經不是有太大意義了 那當然對於片商來說當然就可能 因為錢不是賺到我的口袋裡嗎 應該是嗎 當然我不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應該是我覺得我很驕傲 我也參與了這部電影 對 那是一個我非常開心的一個過程 好玩的事情嗎 其實我覺得這部戲裡面最好玩的就是大家累在一起 然後所有事情都在一起 然後花了很長的時間就去訓練 然後去突破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從零到有 然後到做到殺青 其實都是很辛苦的 但是辛苦的過程現在想一想其實都是覺得有趣的 然後覺得好玩的 那因為我這部戲在這個戲裡面的角色是比較 比較兇然後比較 不友善的 對所以說其實我一直在戲裡面或是戲外的時候 都一直都沒有沒有跟大家有太多的打鬧 對因為我一直要在這個角色 對我一直要keep住的那個情緒 所以說我沒辦法跟大家打鬧這樣 但我看著他們就覺得滿好玩的 對很羨慕他們 當然你也要學習的技巧 可以告訴我們 這個學習的過程其實本來就會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因為沒有人會嘛 誰一開始就會呢 當然在學習的過程 其實簡單說就是你要很認真的去 在短時間把它學起來 那最難的就是短時間你要把它學起來 然後 還有你要讓觀眾覺得你從小就會 對 就像是 這個難的難度就有點像是 如果我要演一個ABC 如果我要演一個從國外回來的學生 但我要讓人家覺得我從小就會英文 對 但是我的英文明明就沒有好 但是又要讓人家覺得我從小就要會英文 這個東西其實會英文的人就看得出來 聽得懂的人就聽得懂 對 可能本來就不會英文的人會被騙 對不對 你把詞背一背你口音不要太差 可能你就會騙到很多人 可是懂的人呢 懂的人就一定知道你的英文是背起來的 對 那這個東西就是 你要騙了自己之外 你還要騙得了真正專業的人士 所以說 即使是 他們看的時候 即使對 即使是專業的人士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要讓 讓他們覺得 嗯 有 有那個樣子 OK可以 對 那 這是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 其實我們在訓練的地方 跟我們 我們 例如說像 像 像你 戲裡面有一個比較高的演員 嗯 叫瑪莉亞 她 她就是正頭的 的 的演員 她就是正頭的 因為她跳的時候 對 她就是表演者 對 而且她就是我們的老師 嗯 對 那 他們都非常的專業 所以說 只要我在演戲的過程當中 我在練習的過程當中 只要他們點頭了 OK 那我就會很放心 嗯 我就會覺得 至少他們是很專業的 然後這個真實的故事 把它搬上大螢幕 其實 有多少修改一點 但是 但是其實 最重要的都還是讓大家知道 其實 這個 這麼小的一個 一個秀 它可以 它可以變成在台上 或是整個亞洲 或是甚至於全世界 讓大家看到 它是 它是美的 它是有精彩的 它會讓大家覺得 很 很 熱血的 沸騰的 對 其實 嗯 很多人會 很多人會因此覺得 這個東西 不好 但 其實 就是 你回想起來 Hip-hop 一開始大家 也會覺得它 它不是 這麼樣的 這麼樣的 可能很高 高尚的 的一個 一個音樂 但是它居然 後來越來越棒 然後越來讓全世界 而且大家都喜歡 Hip-hop 對 這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改進 跟改變 對 我覺得 時代跟時代的交替 就是這樣子 對 那一定是要有一個人改革 改變 然後才慢慢的讓對方 接受 讓所有人接受 讓十年二十年後的子孫們 都覺得原來 是這樣子演變過來的 對 對 那你做了這部電影 你會更加興奮 你會更加興奮 你的老大 台灣的文化和藝術 其實 其實 對於台灣的 鎮頭的 前面的一些事情 我在拍戲的時候 我就要知道 我一定要很清楚 因為這個功課 是絕對要做的 不然你沒有辦法騙自己 你甚至於沒辦法騙到 觀眾的眼睛 對 對 所以其實這個功課 在我拍戲的過程 或是我在拍之前 我就已經 有做過功課了 我就上網看 然後聽九天的 這些老師們說 然後 就演九天的故事 我也都要知道很清楚 我才可以去演這個角色 對 那其實當然是 當然要花很長的時間 對 對 你有沒有想到 英文可以發展到 哈萊姆還是什麼 這是我 我覺得這是所有亞洲的演員 都非常 非常 要急迫的去訓練自己的一塊 因為語言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 這個 應該是說 嗯 他會讓你在這個角色裡面 找到一個生命 可能口語啊 還有他的 說話的 感覺啊 都會 變成另外一個人 對 所以說 就像我在陣頭裡面的那個角色 我說的是台語嘛 嗯 那就是方言 對 那就會讓人家覺得 我就是這個人 對 跟我一般 跟我一般說話的時候不太一樣 所以說我覺得 嗯 你說得很好 就是 就是 在英文的部分 其實除了 練習 然後 大膽的去說 我覺得 最重要的就是 還可以跟很多 藝術家 或是跟很多的 演員 跟導演交流 這件事情 其實是 很重要的 你已經工作了 Michelle Chong 然後你跟Channel 8 你也做了很多 中國的系列 你有什麼計劃 在新加坡上 花了更多時間 或者做更多地方的電影 嗎 其實我在這邊拍戲的過程 很喜歡這裡 然後我也很 很享受在這裡面 嗯 對 那 我會希望 我每年都會在這個 在新加坡有作品 嗯 那我覺得 這個東西 我也希望keep住 不要斷掉這樣子 嗯 尤其是我在這邊認識的一群 我非常 非常要好的朋友 是嗎 對對對 然後 我們都是演員工作人員 Famous names You can share 嗯 出名的嗎 有啊有啊 像Michelle Michelle 瑞恩 瑞恩 出名歌 還有 方君 要動 就是大家都是好朋友 要好的朋友 對 所以說其實 呃 我希望 除了我來這邊工作之外 我還可以遇到好朋友 那 那是很棒的事情 對 就像這邊有家人的感覺 對對對 你唱歌 你唱歌 表演 你喜歡什麼 你覺得 在台灣 當時很難 成為演員 是很重要 唱歌 舞蹈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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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所以 其實 那就像是一個 那個怎麼說 遙控器 你隨時要轉換那個 不一樣的一個 不一樣的角色這樣 那 比較困難的就是 你可能在一天內要轉換兩個角色 甚至於三個角色 對 那其實 我做了這麼多的工作 然後現在當務之急最重要的是 讓每一個工作都做到非常的專精 就是非常的精確的 譬如說我在演戲的時候 就讓大家忘記我是主持人 我在主持的時候忘記 讓大家忘記我是演員 我在唱歌的時候 我在唱很深情的歌的時候 然後又讓大家忘記我在主持的 那個 funny 搞笑的那個樣子 我覺得這就會是成功的 這也是我覺得 要一直繼續努力下去的一個方向 接下來在台灣還是演戲啦 就接下來又在演戲 演一個新的戲 那也是馮凱導演 鎮頭這個導演的新戲這樣子 嗯... 是同樣這種 不一樣 就又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我的不同的角色 對 那又是新的挑戰 那... 嗯... 其他的 我覺得接下來就是先把這部戲拍好 那其他的就等這部戲拍完 那 呃... 還會有另外的一些不同的規劃這樣子 あ攝影師或是 你會放棄唱歌 如果你的電影影響力會放棄? 這三項其實都是有關聯的 那不能說放棄 但只能說短時間的不去 不先去碰它 應該是說我在演戲的時候 我就不唱歌 對 那我在唱歌的時候 我在做專輯的時候 不演戲 對 但主持這個東西是一直有的 因為它這個東西是每個禮拜都一定有的 對 對對對 所以最多只能一次做兩件事情 對對 那 對我而言 短時間是不會放棄任何一項的 對 因為每一個項目都是我很認真的 很努力的去完成的方向 所以說目前我是不會去放棄任何一項 可以做的討人啦 全部都可以做 不可能 對 你說你喜歡西加坡 你喜歡在西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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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加坡的家庭和朋友 你喜歡在西加坡的家庭 你喜歡在西加坡的家庭嗎? 你們呢? 西加坡的女生 很困難 漂亮嗎? 但 不可愛 你喜歡在西加坡的家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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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歡在西加坡的家庭嗎? 你喜歡在西加坡嗎? 有 introductory事 往到西加坡 不要給我 你喜歡在西加坡你的情依應 因為山坡一定會比較順利 slap 大坡女生很獨立很堅強 然後很有自己想法這一塊 我覺得不見得一定要就是很可愛 然後一定要很撒嬌什麼的 因為適時的撒嬌會讓男生覺得很可愛 但是你只會撒嬌 那我就會覺得一點都不可愛 對 好救命 非常好救命 OK 謝謝 謝謝